我們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回復我們的正常 我們現在大概今天在法拉這一個 水泥土灌漿完了以後 如果是穩定 那第一棟跟第二棟 從這裡的第一棟第二棟 也許是可以住戶 大概可以進來這個有關拿東西 尤其第一棟這個大概沒有問題 那第二棟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看這個監測的結果是怎麼樣 那講說一切都OK的話 那就是明天我們可以回到我們家 我不能 沒有我都是數字啦 我都是數字都OK的話 這個還是要看這個科技的監測 如果假設安全 當然我們會讓 是回來拿東西還是說回來 這個就要看這個監測有沒有位移 有沒有安全的這個問題 那講說最壞的情況的話 會拖多久 我們才可以回到我們家 這一個說實在 這一個我不敢給你有這麼大的這個狀況 但是 所以以你們的經驗法則來講 如果是這麼樣 差不多三四天應該就可以確定 這個第二棟的那個貨物到底是不是安全 或是這一個可不可以讓住 這個是比較保暑的地方 但是因為這剛剛跟機長 因為我昨天晚上臨時,我是第一批要輸散的三十五戶體驗 然後就是因為我兒子住台北 那我就是因為當時跟我們告知就是說 到實踐去集合,那後續要怎樣處理也不知道 那我知道前日就是說我去我兒子那邊 那我也有一些所謂的一些實施一些 然後我說像這樣的話 你是在第一洞的人 三洞的 是第一批次的被撤離的人 然後就是說因為我造成就是說 事實上他們工地也造成我們困擾 然後你們台北市政府應該是替我們住戶去帶回球場 那就是說產生的一些費用一些損失 是不是就是說因為里長說 假如你有去出事的話,你有單劑就可以保障 那我沒辦法保障 那事實上你說我沒有損失嘛 那我這樣要怎麼處理 不過這一個當然啦,你記住在這個兒子的家嘛 那原則上如果這一個我們再來評估看看你的損失 那看能不能折抵的那種部分 在這一個去 那還是你叫我說我現在去住延伸到飯店的總統套房 然後我開張單機給你 當然我們現在大概 今天再把那個損失去 對,這一個如果在飯店裡面安置的部分 那這一個是這個說句很真 這一個很明確 那這一個大概就有 這一個試劑可以去 這一個人身上來去 那你當然是因為住在你兒子 人身上的狀況 那我們再來看看檢討 這一個損失大概怎麼樣來計算 還有這個就是說我們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回覆就是我們的正常 我們現在大概今天再把他這個 土地土灌漿完了以後 如果是穩定 那第一棟跟第二棟 從這裡的第一棟第二棟 也許是可以住戶 大概可以進來這個有關拿東西 尤其第一棟這個大概沒有問題 那第二棟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看這個監測的結果是怎麼樣 如果結果是安全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讓我們繼續回來 那如果假設 我們可能要到今天晚上 這個田圖跟灌漿完了以後 看那個監測的運氣 到底有沒有問題 那假如一切都OK的話 那就是明天我們可以回到我們家 我不能 沒有,我都是數字啦 我都是數字都OK的話 這個還是要看這個科技的監測 如果假設安全 當然我們會讓 是回來拿東西還是說回來 就是回無正常 這個就要看這個監測 有沒有位移啦 有沒有安全的疑慮 那假如說 最壞的情況的話 會拖多久 我們才可以回家 這個 說實在 這個 我不敢給你有這麼大的狀況 但是 所以 以你們的經驗法則來講 如果 如果是這麼樣 差不多三四天 應該就可以確定 這個第二棟的那個部分 到底是不是安全 或是這一個 可不可以讓出 這個是比較保暑的地方 可以 如果是這麼多的 我們可以看到 我會讓你 可以看嗎 我們會不會